到2023年了 是否还值得去买一台PST呢 这个19年前的老家伙 在现如今它还有可玩性嘛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我手上这是PST1000 2000 3000 那么如果值得购买更推荐哪一款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 这一台就是初代PST了 2004年12月12号 它可以说是横空出世 真的是横空出世 做一个掌上移动的设备 那个时候有啥呢 可能有手机对吧 有手机可能就长这个样子 非常服势的子短机 有点自得 但也没有什么游戏可以玩 最值得说的可能就是 咱手上这台诺基亚的QD 那它能玩什么游戏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最经典的 地狱阵魂歌 有点暗 它虽然有背光 但是在这个太亮的情况下 你就看一下 你看得清吗 稍微看一下 我们选择这个角色呢 是一个ARPG类型的游戏 这个游戏的可玩性倒是还可以 只不过它只是一个小2D游戏 那画面各方面是要差很多的 哎呀呀啥都看不见了 我们现在拿着刀在野外行走 后面跟着我们的精灵 那么除了游戏手机 本身的游戏机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那可能就是有老嫩的 老嫩的GBA 你看它这个画面 哎 这个背光屏啊 你在太阳底下可以玩玩啊 你看就这个屏幕 跟我们大PSP一比 真是天差地别啊 那么任天堂呢 其实在04年的时候 也推出了大饭盒的NDS出弹啊 但是它整体的一个 无论是屏幕啊 还是音效啊 都是要比这个PSP差上一大截的 所以PSP真的是横空出世啊 而手机呢 05年的时候 其实多普达呢 就有出这种大屏手机了 像那个多普达的大饭盒 就是一个比较大屏的 只不过任游戏性能方面呢 还是专门为游戏而生的PSP更加强一点啊 那么这PSP一千两千三千 这三代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是厚度啊 一代呢 可能是一个不是特别成熟的产品了 它既重又厚啊 手感呢 是要差一些的啊 握久了也是会累的啊 那么二代呢 就要薄上不少了 可以对比一下 那这一片就是它耗出来的 那么三代呢 则是一个最完整的完整体了 PSP GO呢 其实是没有三千来的好的啊 而且还有一个点啊 就是前两代的屏幕呢 是没有三千这么绚丽的啊 就是它的饱和度非常的好啊 所以推荐呢 如果要买 还是直接买PSP 3000啊 而且这个按键的手感 是有一定点加强的 因为它把按键做高了一点点啊 按的时候呢 更加的舒服了 所以今天咱们就以这个三千为力 是否值得购买啊 说一下它的价格 现在可能在二手市场呢 它是一个裸机的话 可能三百出头一点 能买到 那你要配一个 下满游戏的那种卡呢 到商人手中 最起码要四百多 接近小五百的价格了 那这个价格呢 刚好是对应上咱们的开源掌机 就像我这一款啊 我这一款呢 开源掌机可能是要更贵一点 六百多 但是它造型啊 横版的很像这个PSP啊 所以说做一个比较 没有问题啊 因为它最高呢 也只能够模拟到PSP 网上的PS2呢 它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啊 当然PSP能玩什么游戏呢 当然是PSP的游戏呢 说句废话啊 不过想当年呢 它不光只是玩游戏啊 看视频 这么一个大屏幕呢 也是非常爽的啊 而且还可以听音乐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 有很多小姐姐 她即使不玩游戏 也会有一款PSP 看一下 她听歌什么样的效果啊 那支持这个3.5毫米 这是肯定的啊 在这儿 还可以接一个线控 听一下 现在来听这个外放啊 声音实在是有点小啊 虽然它左右都能够发出声音啊 那么看视频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我们来转换到视频 哎呀 我这个格式没有设置好啊 它不是一个全屏啊 要知道这个4.3寸的屏幕啊 想当年是非常炸裂的呀 哎 其他的屏幕 你看都只有这么一点点 对吧 虽然它这个分辨率呢 只有480x272 来欣赏一下 你家你老虎我不怕啊 还不带大些东西 我请赶他 去追吧 我看你学有你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核心的游戏功能 哎 这里呢 是一个128G的卡 没有装满 游戏呢 也装挺多了 好 我们直接进入到游戏菜单呢 哎 它呢 每一个游戏都会有相对应的音乐啊 封面啊 有些还有这种视频啊 所以这个 呃 UI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啊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除了PSP的游戏之外呢 也是可以支持模拟其他类型的游戏的 我们直接拉到最后 首先来玩一个接机游戏吧 这里要说一下 之前呢 会觉得这个PSP的像素点太高了 就就屏幕比较不清楚 但是现在玩多了这些 復古怀旧的游戏呢 感觉还能够接受啊 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名将吧 这个画质啊 我觉得现在看来还是挺不错的 当然玩接机游戏呢 运行也是非常顺畅的 没有问题啊 丝毫没有问题 而且呢 PSP的按键各方面啊 都是手感很上层的 跟这些太阳掌机比呢 不会落下风啊 好的 那么接机游戏肯定是没有问题啊 往下呢 还可以模拟到老弄的游戏啊 像GBA游戏 你看我这里GBA的游戏呢 已经装了200多个了 那玩一下龙鹿大冒险 个人感觉啊 这个GBA呢 在这个PSP上玩啊 也是挺不错的 它这个屏幕的比例 控制在一个4米3 和原版的PSP呢 是一样的 当然运行起来绝对不会卡 这是没有这种问题的 那现在呢 你如果要搞一个高量的GBA的价格 就已经超过PSP3000的价格了 所以咱们这个PSP呢 在这边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再来对比一下 咱们这个开圆掌机 玩这些除了PSP之外的这些游戏的效果吧 OK那中间呢是周哥的353系列啊 同样打开的是一个游戏啊 那首先来看一下这个PSP啊 它的颜色我个人觉得更喜欢啊 对我这个饱和度比较好 呃 鲜艳一点啊 那这个周哥的系列呢 和原版的这个是GBA嘛 它会更加接近一点 我是套了一个着色器啊 更加的像GBA啦 那你喜欢哪一款呢 可以弹幕告诉我啊 周哥的这种呢 加了着色器之后啊 它这个马赛克的点点 还是非常明显的啊 那么PSP同样是支持一个金手指的啊 看金手指选项也是有的 也是支持即时存档以及即时阻挡的啊 那么这个模拟器估计和开源掌机玩起来也都差不多啊 只是开源掌机呢 能够模拟更加多的游戏阵容吧 这点开源掌机还是要更强一点的啊 那么同样是玩PSP的游戏 那开源掌机的效果好 还是咱们这个原版的PSP好呢 诶 来试一下啊 我们直接来测试一下战神啊 这个游戏性能要求是最强的啊 首先是咱们的PSP啊 运行起来是顺滑的啊 毕竟是它平台的游戏对吧 砍一砍啊 那么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屏幕呢是一个16比9 然而咱们的开源掌机呢就不一样了 它是一个4比3 那同样价位的开源掌机呢 4比3好像是一个主流屏幕啊 我们来看一下 声音是要好上不少啊 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画面是有压缩的 对吧 16比9把它压缩成4比3 看这个原版的会感觉这个4比3 有点不舒服啊 那么它也是有一定的好处了 就是可以 咱们直接可以自定义速度啊 你就是把游戏的速度给拉快一点 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有些剧情比较慢的游戏 咱们可以来个快镜 对吧 那么原版的那只能够慢慢的玩啊 嗯 这方面我觉得PSP玩PSP的游戏 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所以说如果你是想玩PSG游戏的话 建议你买个PSP3000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PSP的画面怎么样呢 其实明显的是感觉到这个马赛克啦 马赛克还是挺严重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 500块钱的开玩掌机呢 你最多也就只能够开一倍分辨率 也就是原生分辨率的PSP游戏 这就感觉没有更好的体验了 所以只玩PSG游戏的话更推荐PSP3000啊 那么再来看一下PSG上的游戏正容如何啊 我这里呢其实游戏不是很多啊 没有装满 好可以看到这是龙珠 龙珠啊像什么怪物猎人啊 它底下都有啊 怪物猎人啊有两座啊 还有像 刺客信条它也是有的啊 PSP上的好游戏是非常多的啊 那么PSP3000因为有色彩空间的升级啊 它那个屏幕整体给人感觉效果呢 我觉得是比这个开源掌机会更加的好一点啊 那你可以看到啊 我玩这种色彩饱和度比较高的游戏的时候呢 它的体验还是会非常不错的啊 像这个小游戏呢 我个人觉得还挺好玩的 哎呀呀呀不要搞我 OK那么为什么会出这期视频呢 就是因为我最近才收到这个PSP3000啊 我再玩了一下 感觉其实它并没有比这个开源掌机差到哪里去啊 嗯 如果你是主要想玩PSP游戏的话 个人还是更加推荐PSP3000啊 一定要是3000啊 2000和1000呢是稍微差一些的 那么开源掌机呢 它呢也是有存在的一个必要的 毕竟嗯 除了PSP的游戏呢 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游戏 可以在这个开源掌机上玩 而且呢 它的功能更加的完善 包括这个电池的续航呢 也是挺好的啊 那么还有像什么呃 声音的效果呢 也会比PSP3000会更加的好一点啊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选择这两款机制啊 400出头的价格就可以买哦 再贵了就不要买了 好的 那么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评论点赞关注哦 拜拜